眼前一箱箱的水果礼盒就堆放在区公所内 这些干粮物资全都是来自三支区内的墓园业者 还有部分的庙宇 在中原普渡节庆当中的赞补品 由于在中原节前后 有许多人都会提前祭拜 因此三支区的大型墓园业者 为了要让区内的弱势族群以及独居老人 感受到社会上的关怀 业者们将捐赠集中在区公所 转发给区内的地售路户 期盼能够在物价飞涨的时代 达到关怀帮助的目的 我们特别三支区公所 就是一本初衷就跟以前一样 我们就做一个平台 把我们区内的大型墓园业者 还有一些寺庙 他们所在中原普渡的一些礼品 就在这时候把它募集起来 赶快转手给我们区内最需要的民众们 包括在地的庙宇以及墓园业者 捐赠了大笔的物资 共计超过八百箱的水果礼盒 都会在这个星期陆续发给区内的中低收入户 以及独居长者等等 而在这段期间 还会有业者陆续将物资交由区公所来规划 集中更多的爱心 帮助更多的弱势群 那在这根据往年的经验 现在才刚刚是普渡的初期 那我们这次呢就已经接收到这个北海 北海辅助已经有这个276盒的水果礼盒 以及秀民宫有上千斤的白米 那相信在这个7月的这个比较未来的几个周末里 都还会有大型的法会 尤其是龙岩 还有怀恩 那他们都会送来这个非常多的物资 看着眼前的志工人员 不断的在分装百米等待民众来领取 随着传统风俗的进化 中原普渡记已经被大家称为平安记 将丰富的爱心物资帮助需要的人 也让大家感受到这一份的关怀 记者是段一 三君财富报道 好 好 好